政府統計處最新香港勞動人口統計數字顯示 去年10月至12月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 由3.7%下跌至3.5% 就業不足率由1.6%下跌至1.5% 與上月比較 差不多所有主要經濟行業的 北京季節性調整失業率 穩健下降 其中建造業、零售業、運輸業 以及教育業有相對明顯的跌幅 而就業不足率方面 下跌主要建於樓房裝飾、收輯和保養業 以及餐飲服務活動業以及運輸業 總就業人數就由365萬7千人 上升至366萬5千3百人 增加了約8,300人 同期的總勞動人口就由379萬5千7百人 下跌至379萬1千3百人 減少了4千4百人 不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人數 就由上月的13萬8千7百人 下跌至12萬6千人 減少了約1萬2千7百人 而同期就業不足的人數 亦由59千7百人 下跌至55千3百人 減少了約4千4百人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咸表示 勞工市場進一步改善 2022年10月至12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 較2022年9月至11月下跌了0.2百分點至3.5 而就業不足率也微跌0.1百分點至1.5 按行業分析 同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合計的失業率 較上月下跌0.3百分點至4.7 而其中零售業的失業率下跌0.4百分點至4.6 親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 未跌0.1百分點至5 大多數其他行業的失業率亦有下跌 尤其是建造業、運輸業和教育業 孫玉咸就預計勞工市場在短期內將會繼續改善 他解釋 隨著政府取消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 以及香港和內地逐步通關 本地經濟活動預料會有更顯殊的復甦 為勞工市場提供進一步的支持 但金融狀況收緊 可能會抵消部分正面的影響 勞工處在去年10月至12月 平均每月錄得10萬1,247個 來自私營機構的空缺 按年下跌5.7% 較9月至11月的平均數字 也下降5.7%